在前幾個章節的時候我就提過關於做一個類似羅馬水道的那種水上高速公路的構想 但是我要在真的開始做之前 我想我還是想要再重複原本的一些理論跟設計的技巧來再做一個示範 所以可能水上高速公路的這個東西又要等到下一個章節再來做了吧 也不是在下一個影片 所以我想再做一個示範關於這件事情 所以 oh man the glass這個貼圖好像有什麼問題 我們先把它的這個把它刪掉 然後把它複製過來 ok for some reason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為什麼 無論如何 我想做的事情其實也就是在用我們原本所有的這些元素來 再繼續的做一些設計 就是重複一些元素然後來增加它的大動小的關係 因為大家可以看我之前錄製的這個中心的這個元素其實就是 我把這個東西移到了這邊來然後把它拉高了 它本身也是一個馬鈴池設計 我在想可不可以再為它增加一些新的所謂的層次 所以我想的是大概就是 我們把它把這些東西全部複製 然後右鍵把它把它的Modifier全部apply 就是convert to mesh 然後我們把它全部join 把它全部變成一個Mesh變成一個模型 然後 有點卡頓 然後再我想只保留這個這個元件 其他的就把它刪掉 所以我把它select 然後invert 把它反轉反轉我們的selection 然後delete 把我們的其他部分都把它刪掉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單獨的 元件包含我們我們剛才設計這些瀑布一樣的 所謂的只是2D的瀑布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你的Gizma如果不在中心的話 那就是object set original 然後original to geometry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回歸到 把Gizma回歸到正中間 所以我想做的事情其實也就是在增加更多的大動小的關係 我再想一想這樣 然後一樣是有一個Mirror 有一個對稱 然後一樣是在我們的GY軸的對稱 然後我們中心點也是我們的水道 相當的給力 相當的給力 就是這種感覺 把水延伸下來 我們來把稍微抵到S看一下效果 增加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層次 增加了一個新的層次 其實也就是增加新的大動小的關係 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說這個柱子 就是讓這個東西這個造型變得更加的宏大了 對我在前面的影片 關於那些我原本想加在前景這些 像框一樣的東西 我後來又把它決定加在中景 然後還有加在背景這裡 因為我發覺太細膩的框好像會變成 讓整個設計的語言變成了 有點像art deco或者是 所以art deco我們都知道說它是 一個裝飾性的藝術 就是說它是為了彰顯一種 它帶有消費主義的奢華的那種感覺 那我在想我們目前的奇幻的場景 好像不是要走這個路線 就是我至少目前還沒有想想 因為在奇幻的故事當中 我們其實可以借鑒其他的奇幻故事 有沒有守art deco的風格 那其實就是像是road of ring 就是魔界 就是當中的矮人 他們的聖族風格 有一些art deco的語言在裡面 但是其實大家這個時候就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因為矮人這個個性 或者說他們就是喜歡一些奢華的東西 那我在這裡有沒有想要做奢華的東西的感覺 那好像我目前好像還不想這麼做 所以我就沒有去決定先不要讓加入太多 那種帶有裝飾藝術感受的 那種感覺的東西 嗯先把沒有關掉 我來看看可不可以在側面再加入一下 一些成績 所以這是我對於前面的那些造型 所帶來的效果 然後我的一連串的思考過程 就是說art deco art deco當然是相當給力 但是就是說裝飾藝術風格 但是這個藝術風格好像是代表一種人為的手藝 然後它可能暗示的一些消費 或是說會喚醒對於精緻的工藝品的一種想像 但是我好像目前所做的這個是有一種像是注重自然的結構 然後當然也不完全是沒有優雅 並不是說優雅到像精靈的皇宮那種感覺 但是總的來說好像也還沒有太過於強調那種精緻的效果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先不用就是做出那樣的風格 所以我就試著把那個造型給把它簡化 然後當然我都已經做了還是覺得不用有點可惜 那我就用來把它用在加強這些原本的符號 因為這裡在沒有這些東西的情況下 它就會原本就是我們製造了那個flow 那個圓形 然後本來這裡就好像形成了一個形狀 所以我有點像是透過這些符號來加強的這個形狀本身 然後但是又想要我又想要避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art deco說 會帶給我們那種那種效果 那where不是我想要的where 所以這是我的一連串的思考的過程 就是我在思考怎麼樣再增加造型 增加enrichment 在增加它的造型的豐富度增加enrichment 也為了增加大中小 增加跟隨著flow 然後增加豐富度 然後再思考大中小 然後再加入新的造型 但是又在這個同時我又在避免 我在想這樣子會不會太精緻了 這樣會不會有點打破了一個原本這種 這個有點像是有種生猛的這種自然的感覺的一個場景 變得越來越精緻的一個造型的一個世界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走向那個風格 但是我會覺得 但是其實我真正 我在想我真正會想 還有就是要為了那個風格去做出一連串的造型 是挺累的 修改 所以我有點懶得去做這件事情 在旁邊增加一個節奏 雖然好像也不錯 但是好像我比較好 好像比較喜歡原本旁邊這種垂直的感覺 比較有力 簡潔有力 好大概這個章節就是這樣 就是簡單來說 就只是我們把原本做的這個東西 帶有水帶給我們這種柔和的節奏感 跟造型的同時 又把這個東西 延伸應用到我們這個核心的這座魔法之塔上面 所以感覺還蠻有意思的 See you next time